第三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也吸引了国内外的收藏家 前来欣赏抢购艺术品 第一天的业绩就轻松破亿了 而歌手林佑佳呢 今天也捐出他在三地门的写生画作 希望意漫的所得 可以帮助巴巴风灾的灾区 重建图书馆 歌手林佑佳 9号在台北艺博会 和屏东县三地门乡 达瓦达旺部落的排湾族小朋友 一起跳舞 之前他到山林里和他们一起写生创作 画下了这幅画 看得出来林佑佳小时候有点底子 但鱼怎么会穿上轮子呢 那是我最童真的一个表现 就是没有原因的 这些画的意脉所得 将作为巴巴风灾 灾区图书馆的重建经费 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 今年第二十周年 不少画廊两天内 已经有破千万的成交记录 来自纽约的艺朗 首度来台 引进Tracy Ammon的霓虹灯作品 和刺绣创作 充满女性的自主意识 因为其实他要把霓虹灯 做成这个非常手写 就是全部都是他的字迹 这个供应性非常强 电子荧幕上 花朵之条波动如浪 让视觉舒缓放松 图为郑多宝格的皮影会 古今创意结盟 徐维会的游几女孩 半颗地球是面膜制成 相当吸睛 一片一片的面膜 总共用了大概有 八百多片的面膜 那么它以无酸胶 去让它硬化成型 看得到有非常多的表情 那代表的是女性一生的 喜怒哀乐 日本艺术品 则以cosplay的表演方式 吸引人潮驻足 请不吝点赞订阅